- 嗨! - 我是佩儀 - 嗨! - 我是佩儀 - 我們今天要來聊 - 是你講嗎? - 新年!過新年了 - 我們要聊開心的事情 - 我們嚴選了 - 六個 - 的肉 - 男演員 - 所以我們一邊在吃肉 - 然後要來聊天肉 - 吃肉聊肉 - 第一個就是我們背景的 - 曾經華 - 有對到嗎? - 要近一點 - 其實沒差 - 曾經華這兩年異君突起 - 億萬難興 - 算是台灣撿到的寶藏嗎? - 他一直很努力吧 - 因為其實 - 我們認識他是從2019年的返校 - 九月開始 - 可是其實 - 他已經拍了好幾年了 - 他從大二大三就開始拍了 - 只是說返校在2019年被大家看見 - 那段時間他就說他幾乎都在 - 常常拍戲的關係 - 都是在高鐵上面睡覺 - 他才22歲 - 我覺得他好年輕 - 就是一個 - 過年了12月30 - 他要23歲了 - 真的是一個我覺得 - 後生可危 - 後生可危 - 很期待的一個人 - 男演員 - 然後他像我覺得 - 他這三部片啊 - 都有 - 就是返校做工的人 - 跟柯妮 - 跟柯妮 - 都有不同的表現 - 而且還蠻見自家境的 - 對對對對 - 其實我是最喜歡做工的人的他 - 我也是 - 但是做工的人 - 大家可以想像 - 這個年紀的男生 - 在那個角色 - 就是一個高中生的男屁孩 - 陽光 - 對 - 很純樸 - 跟家裡的連結關係很好 - 但是一樣也很屁 - 不會讓你覺得說 - 是不是太 - 有點高道德感的那種 - 沒有 他就是讓你覺得 - 就真的很台灣男生 - 對 - 而且因為有他的存在 - 才讓整個做工的人 - 感覺沒有那麼的沉重 - 因為他的家庭是很沉重的 - 所以我覺得有他的存在 - 應該是比較調和啦 - 對 就是有一種 - 被清洗的心靈的感覺 - 然後柯載 - 我記得我金馬有講過 - 我說我覺得柯載 - 有他的存在 - 讓我感覺像談戀愛 - 是因為他讓你談戀愛 - 因為他的任何的表情 - 你會覺得他好 - 他是在談戀愛的狀態 - 他真的在談戀愛 - 而且談戀愛的人 - 就是會有這樣的表情 - 對阿 - 而且有一些很多的小動作 - 就是再去 - 現在剛好12月23號 - 在重新上架Netflix -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- 就是直接可以 - 我們叫拉片 - 就是把他正挺 - 然後慢放 - 那樣去看 - 都非常金人氣檢視 - 而且我記得阿 - 就是他這次金馬獎 - 不是算大家 - 一直為他交去嗎 - 對 - 就是遺珠 - 真的 - 然後那時候我訪問他的時候 - 我就問他說 - 欸這次金馬獎這個樣子 - 你有沒有替自己幫我去 - 他就 - 他很坦然就說 - 沒有阿 - 就是我自己不夠好阿 - 嗯 - 可是那個名單也 - 哈哈哈哈 - 其實我們都覺得還不錯 - 已經很好了 - 而且如果今天他可以靠 - 反笑入圍的話 - 代表他就是有這個實力 - 嗯 - 而且其實我覺得是 - 後面我們期待的是2021年他 - 其實他要當兵了 - 所以呢 - 作品可以期待的比較少 - 可是至少還有他跟 - 做工的人的李明順 - 拍的那個追兇者 - 追兇者 - 我其實很期待內部 - 因為仔仔也好久沒出來了 - 還有那個朱軒陽 - 朱軒陽也是我覺得是去年 - 前年 - 可以期待下半場 - 下半場的一個很大的遺珠 - 我就好喜歡他跟范少軒的那種 - 其實下半場我是比較喜歡朱軒陽 - Me too - 的原因是因為 - 我就是比較愛那種 - 不修蝙蝠的比較直率感 - 可是就是男人不壞女人不愛有沒有 - 有點斜斜壞壞 - 就是比較壞的那種男生 - 壞男生 - 有邪氣的 - 范少軒太模範身了 - 所以摩翻身的那個男演員你都還好 - 我們等一下就會講范少軒 - 范少軒 - 范少軒我也喜歡 - 因為那時候大家對於下半場 - 這兩個都覺得很優秀 - 很難選出來 - 很難選 -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講范少軒 - 要講范少軒 - 范少軒 - 范少軒是今年會有不錯的戲 -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的劇集版 - 劉易豪的角色 - 劉易豪那個男主角的角色 - 而且她的對象是王靖 - 王靖就是返校的女主角 - 我很期待她們的化學反應 - 因為我覺得王靖也是一個聰明的女人 - 聰明的女圈 - 寫書起到的 - 她也很有才華 - 前陣子該開那個畫展 - 放上去 - 對 Fendi跟王靖很搭 - 兩個都是創作型的 - 都是才華洋溢的人 - 而且就是一副 - 那個少女漫畫裡面的臉孔 - 結果就是才華洋溢的人 - 可是范少軒也是苦出來的 - 也是熬了很久 - 但范少軒其實她當初 - 金馬獎最佳新演員的時候 - 我有點嚇一跳 - 我覺得她太好命了吧 - 我知道大家都是期待 - 那一屆大家很多人期待大鱷 - 對阿 - 我是真的想說 - 喔你都已經這麼帥了 - 這麼會演了 - 結果如果你要去看她的背景 - 其實她也是辛苦很久了 - 苦出來的 - 所以也很高興她有這樣的好成績 - 而且她明年真的是 - 2021是以劇集為主的 - 現在劇集都很厲害 - 像那個四樓的天堂 - 就是這幾出都是我們明年代看的片單 - 反而電影好像 - 電影的能量在這幾個優秀 - 其實不只 - 有些可能還在保密當中 - 沒辦法讓我們知道 - 電影會突然這樣子 - 因為四樓的天堂沒辦法嘛 - 黃秋生那個隔離的時候就被我們發現了 - 就是記者去採訪 - 被迫要提早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- 我覺得那個年輕的演員 - 能夠碰到這些高能量的演員 - 超棒 - 能夠學習到很快 - 能夠學習到很快 - 那個是面對面的學習演技的時候 - 因為像四樓天堂有黃秋生、謝銀軒和他嘛 - 所以大家都說這個是金獎組合 - 特董耶 - 都是德國金馬獎的 - 對 金獎組合 - 所以會很期待 - 但他時間也是還未定 - 比《悲傷宣》跟《悲傷的故事》也是還沒有定 - 但是以范少勳這兩年的目的 - 這兩部我都好期待 - 你不覺得比電影更期待嗎 - 有些電影導演也都跑去拍劇集 - 今年 - 對 劇集 -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- 因為 - 劇集的能見度更大 - 對 - 因為我們做電影 - 現在兩個東西都發展得這麼好 - 其實很期待 - 等於很平均啦 - 其實 - 我本來想說電影 - 你知道它的產業 - 在2020年的狀況裡 - 很多人就是不樂觀 - 想說電影院會不會倒 - 2020不錯啊 - 沒有 - 我覺得台灣發展還不錯 - 台灣的電影還不錯 - 但是全世界的電影就還好 - 對 - 但其實台灣就還蠻 - 你說的啦 - 就比較均衡發展的 - 對我覺得這樣很均衡發展 - 欸那怎麼辦? - 戲劇線跟電影線 - 還好戲劇線跟電影 - 但是我覺得 - 演員是好事 - 他們 - 演員來說是好事 - 因為他們兩邊都可以搭 - 但是那個產線的問題 - 而且你看現在 - 包括林嘉欣現在也在台灣拍戲 - 對對對對 - 喔對耶 - 我覺得現在有這麼多影帝影后 - 然後反而來台灣拍 - 像這些就是 - 新生歹的都可以跟他們學習到 - 最快啊 - 非常好的事情 - 進化最快的時候 - 不要老是去拍一些很無聊的 - 樓相劇什麼的 - 有更多的選擇 - 磨出來的話 - 真的是很期待 - 很可待 - 可以期待一下 - 期待播放鬆訊 - 呦 - 確記囉 - 過年2021鮮肉專輯 - 一共有三集 - 那另外二、三集 - 我們會在 - 新春的特別節目裡面 - 放送給大家 - 謝謝支持